好 谢谢主席 可不可以请一下经济部王部长 王部长 好 文昊 部长 我们今天谈那个俄乌战事的这个话告 那个 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 又有一个电厂失火了 在新竹县的关西镇 电厂失火 这个状况你了不了解 我请台电说明一下 不不 你不了解吧 刚刚发生 你还不知道吧 因为我在这边 所以我还没知道 你还没还没掌握到状况 来说明一下 那是一个民营电厂 就是新桃电厂的这个失火事故 是一部发电机失火 那里面总共有三部燃气机组 再加一部蒸汽的机组 那烧掉的是其中一部 燃气的机组 那现在调查的事故是怎么样 原因是什么 还不知道原因 因为还在处理当中 所以要等他们 这是一个IPP 就是独立的 就是外界的电厂 不是台电的电厂 那有没有停电 不会停电 因为我们的被转容量率足够 所以被转容量率的目的 就在于在这种特殊状况之下 要来把那个电补上来 那是一个民营电厂是吧 是 这个可能将来这样的一个电厂的失火 前一阵子才有现在又来一个电厂失火 部长 你这个将来不只是台电的内部的经营管理 民营电厂这边你要去加强啊 对不对 我们会了解一下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是 那就像刚才总经理讲的 被转的目的就是 万一有机组临时的这些故障 那被转的需要就是可以来 马上来代替这个故障的机组 我知道啊 是 但是被被转的容量 但是有一个人为的输入 马上又前台大停电 甚至新拿电厂 不是说被转容量不是足够吗 因为他那个是在整个电网的系统 这个我们现在目前就整个一层一层的 厂内的电网跟厂网之间的电网的这个部分 我们做在座大幅的这个检讨 但是这一个电厂如果他就隔离开的话 那他就是只有这个单一的机组的故障 是 那个总经理赶快去了解好不好 去处理改善一下 不要不要又造成这个前台的这样的停电 好 那那个我现在是想问一下 好那总经理请回 那个国发会主委跟中油的也上来吧 龚主委 现在欧乌战争已经停战 协议好像听说有一点进展 但是这个造成全球的经济的影响已经开始造成 那我们现在台湾是一个小岛 天然之源有限 不管是油 天然气 还有煤跟钢 这个都是靠国外进口的 几乎都靠进口 怎么会比较好呢 叫做